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很单纯的一种乘法 它是-25 要乘上8 这是第一题 那么第二题呢 题目是出零去乘上-16 那么第三题 你可以自己看看 如果你手边不是康轩版 是翰林或南一版 那没有关系 你就跟着看其他版本的行作 他们怎么做练习的 因为这都是很基础的 既然基础表示说大家都要会 好 看那个第三题 -3 乘上-4 乘上-5 另外那个有家长很好心 他都提供了翰林的教材给我 那到时候我会再针对一些比较进阶 经手题来做解说 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没那么多 所以我就没有说主题都解说 那我会挑一些 看起来是似乎有点难度的 来做说明 那其他一些重复的前面版本说过的一些课程 我就不会再说了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十二页的一到四题 基本上这题目都算很简单 所以同学应该都可以 驾轻救手很快就写出来 秒杀题 那么第一题呢 他是-25乘8 首先就是佛号合并 负正德负对 25乘8用力乘而已 25乘8答案多少 答案是200 你刚才有想 就说这8可以把它改为428 换一下 你看这8有没有 你把这8打叉 改成428 4跟25绝配 4乘25 100 100乘2 答案200 -200 好 再来第二题 那0乘任何数都是0 所以答案就是0 可是没有0乘0 所以0乘任何数都是0 0乘0就没有探讨 没有意义 好 第三题的话呢 这边呢 都是负的 有几个负的 一个负 两个负 三个负 三个负叫基数 基数格负 答案还是负的 那负多少呢 答案就是负的 负的 3乘4 3是12 12乘5 60 所以答案是负60 负60 好 第四题的话呢 我们当然使用到一个乘法或加法 所谓的结合率 结合就是说后面的先算 这两个先算嘛 要结合 那负25乘4 而且先看符号来 两个负的 负负怎么样 答案是正 那正可以省略标写 我故意写啊 你在做答的时候 把它插掉标写正 25乘4多少 对 答案是100 有没有 绝配吗 100 100乘上723 容易啊 72300 这是一到四题 对不对 相信各位都写对啊 这个不容许错误 再看那个五六七八题 那如果说你在学校 已经交到指数率科学记号 你说老师我还没上到 那你想先学怎么办呢 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Google找一下数学很简单 老师已经把那个七八九年级的数学 全部都录好了 那你可以做个预先的预习 或是你要做题目的补枪都可以 因为那边有一些 我们上好的课程有很多完整的说明 好 看那个第五题 我们现在解的是康宣德数席 第五题 八乘上 负十三 然后再乘上一二五 然后再乘上负三 看起来很吓人 其实没有呢 第六题 三十六 去除以 负三乘六 多少 第七题 负十八 除六 除负三 好 再来第八题 第八题是 负十八 除以 中括号 六 除负三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习庄还蛮庸性的 它的第七跟第八题 就是做一个比较 让你知道说 在做除法运算的时候 不能够先算 不能够乱结合 会容易除包 来回那个第五题 好 第一个你要怎么做呢 符号号性合并 几个负的 两个负的 所以负负怎么样 负负得正 答案就正的 正的之后 我们就用心算数字 就不要管符号知道吗 所以就是负负得正 答案正的 算数字 那看一下 无八乘一二五绝配 对不对 八乘一二五多少 答案就是一千 这要背下来 八跟一二五是绝配 乘出来 答案是一千 十三乘以三 就是三十九 三九乘一千 所以答案是39000 答案正的 因为刚好说两个负负得正 好 看第二题 三十六除以三 负三再乘上六 先处理符号的问题 正的还是负的 一个负的 所以答案是负的 那负多少呢 好来 三六除以三 十二 十二乘六 七十二 所以答案是负七十二 不能后面先乘 不能这样做 你们先乘变18 三六除以18 不能这样做 好 第七题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你看这边 负十八除以六 除以负三 先处理符号问题 负负得正 答案是正的 这个时候你记得 不能够六除三先除 为什么这样 不能先六除三 然后后面跟你讲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我们就按部就班来 十八除以六 十八除以六答案三 三除三 一 所以最后答案正一 好 你看这个 这边就要求 中括号里面要先算 里面谁 里面就是六先去除以负三 我们刚才六除负三 这个先除 六除负三多少 答案是负二 结果负十八除负二 负负得正 十八除二 答案变什么 答案变九 所以你刚才在算第七题的时候 如果你后面先算 你答案会是九 可是他不能够后面先算 因为是除法除法 除法不能够先结合 这个不是结合 这是说他另外除了一题 他去除以中括号 这边要求你先算 这跟那题目意思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是第七跟第八题 分别是一跟九 好 这一页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 好 没有 我们看一下那个 在第十三页这边 好 我先讲这是康宣德书席 数学习座 我们简称书席 没错吧 应该是 因为我记得我教的快二十年 都会简称数学习座叫书席 自然习座叫自习 国文习座叫国习 社会习座叫社习 应该好像什么 看那个在十二页这边 那这题目比较长 我念一下 他说某公司去年的一到三月 平均每月亏两万 那收起来不要做了 不是 因为公司本来就有赚有亏 所以这个有时候淡季 过年的时候 上班天数少 所以他可能就亏损了 他说一到三月 他是平均 平均每月 不是一期亏两万 他说平均每月亏两万 我写负二好了 负二就负二 单位四万 负二万 这题目给的意思 那四到六月的时候 一样 平均每月 盈于六万 加六万 再来七到九月的时候 平均每月 盈于三万 我写正三 再来是 还有十到十二月 十到十二月的时候 平均每月 亏四万 我写负四 负四万 他说该公司去年 总盈亏 总指的是全部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做 来 这题就简单了 一到三月 平均每月亏两万 每月亏两万 我刚刚记负二 每月亏两万 有三个月 所以一共亏几万 一共亏六万 因为是负二去乘以三 每月亏两万 持续了三个月 一到三月 平均每月 就是一月亏两万 二月亏两万 三月亏两万 所以一共是亏六万 再加上 四到六月的话 每个月是盈于六万 那有三个月 平均是 平均的月 平均三个月 平均亏六万 这样想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三个同学 你们坐好前面 叫韩老师一共 一共还三个了 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平均二十元 一共多少 他说我二十 他二十 你二十 有没有 所以总共多少 二十乘以三 就变成说你把平均数 乘上那个总数量 就是他的总和 所以我把那个平均六 乘上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 一共赚多少 所以三六 十八 六七乘以三 所以四到六月 一共赚十八万 其他九月呢 一样 三 三乘三 一共赚九万 十到十二月呢 他是每月亏四万 所以加上负四 有三个月 一样乘以三 把它全部加起来 就是一到十二月 总共赚货亏 是多少 我把它算一下来 那第一个是负六 再加上六乘三是十八 再加上三三九 再扣掉 你正负得负嘛 扣掉 扣掉十二 那负六加十八 十二 十二加九 二一 二一减到十二 答案正九 所以整个 整年度下来 一共是盈余赚九万 所以你要写盈余九万 那这是第二题 简单的应用问题 好 看那个第三题 好 我把这个题目 拆掉了 我们现在叫的是 康轩的素席 一之三 那老师手边 已经有拿到 翰林素席 到时候 我会把那个 翰林的素席 针对一些 比较 漂亮题目 或经熟题 我们再来做说明 我再来排时间 好 看那个第三题 好题目是说 那个某次考试 题目一共二十题 答对一题得五分 加满分一百 二十乘五一百 那答错倒扣 我们现在国中没倒扣 可是高中会倒扣 所以在这一家高中的算法 你会乱拆乱写 给扣下来倒扣 本来是说一题 错一题扣五分 你会乱拆答案 再扣你两分 扣七分下去 好 那不答就没分 有人说那我不要答我就一百 不是啊 不答就零分了 好那也不扣分 所以不答不扣分也不得分 没得分也没扣分 好 如果说你是用一百分去扣的话 就是要扣五分 如果说你是用加法去算的话 对一题加五分 那没有答就是没有加分 乱打再扣 扣你两分这样子 好那小蝇呢 在这次考试中答对了失误题 两题未作答 那其他题目都答错 其题都答错 那他可以得几分 答对十五题 你看一共有二十题 他答对了十五题 还有五题 就是可能是答错 可能是未答 他说两题确定是未答 那两题未答的话呢 答错了几题 五题里面有两题是未答 所以五题扣两题 答错了两题 我跟正我题目读错 两题是未答 两题没有答 我们剩五题 二十题要对十五题 还有五题身份未明 那这五题的话 他说他是未答两题 所以答错的有三题 这个是错的 答错的三题 未答是两题 那你要算加分怎么算了 如果说我们就算加分字好了 他答对十五题 一题得五分 对不对 那再来呢 答错要倒扣不是吗 答错三题 答错一题扣两分 答错三题 再扣你几分 扣你六分 随便呢 七十五 去扣掉六 那答案呢 变成六十九分 所以那个 这题的 这次的考试呢 他的得分就是六十九分 这样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不会写 他就控制不写的话 十五题是稳对的 就会得七十五分 然后他就乱拆了三题 对不对 就给你扣回来 随便留着九分 很残忍对不对 高中都会这样 怕你乱拆 给你倒扣 然后再看 那格题十四题 十四页 不是十四页 这边要算的是 那个整数的四则 四则运算 看一下题目 我先把题目抄下来 我这两题两题讲好了 那在抄题的同时 如果同学之后是看后制的课程 后制就是不是 我们现在直播了 那不能暂停了 你之后看老师后制课程的时候 就把它按暂停 你自己去算一下 看答案对不对 如果你版本不一样 你可以这样做 那版本一样就不用了 你上面就有题目了 好 那个来看那个康轩的 第十四页的第一题 他是 负四乘五 加上负三乘二 中括号除二 第一题来颇亲切 第二题感觉很长 负三乘上中括号 负十五要乘到四 又加上负六十 去乘什么 乘上五减九 然后有个中括号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两题 那如果说你手边有题目 可以试着算看看 不要直接等老师讲 你先去算一下 然后看看答案对不对 对都可以跳过 如果真的有错 我们来看为什么错 那么第一题呢 他是怎么样 中括号算好 才能够除二 对不对 这里面怎么样 又遇到加法 那我们说有先乘除后加减 对不对 所以中括号里面 前面要先算 那负四乘五呢 答案就是负二十 负三乘二 答案就负六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负二十加负六 负二十加负六 两个都是负的 要越负越多 负多少 负二十六 所以他变成了中括号里面 就是负二十六 那负二十六呢 要去除以二 所以多少呢 答案叫负十三 负正得负二六除二 答案十三 这是第一题 那么第二题呢 一样的 中括号里面要先除以 遇到加法 对不对 然后前面要先乘 先乘吧 负十五乘以四 负六十 五减九 这个减好是负四哦 负六十乘负四 负负会得正 得正就要写加 那加多少 那加多少 我们加多少 六十乘以四 两百四 加两百四 对不对 所以呢 前面第一个一样是负三 负三要乘上括号 里面是负六十加两百四 两百四减六十啊 一百八 乘以八零 乘完答案多少呢 负得五百四 因为正负负正得负 一十八乘三五十四嘛 加一个零 负五四零 那这两题这样怎么办 看老师解轻松愉快啊 那是我在解啊 所以你不要说你看懂就算了 知道吗 看懂一定是一回事 看懂懂是很好 但是一定要自己算过一遍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直接抄 抄就错了 不是抄会抄错 是说你不要直接抄 你务必要等都讲完之后 你自己算一遍 会比较适合 不然你先抄也没关系 之后再把天物盖起来 哪一张白纸盖住 再重算一次看会不会 因为数学一定要自己算 算到对才是会 只是抄而已 看得懂听得懂 不代表你会 这样知道吗 这道理很单纯 就像看你没有游泳的人 看人家游泳 很轻松啊 脚踢一踢 手滑滑就会游了 对不对 你去游是感觉都不一样 对不对 会溺水 所以这一定要自己去操作尝试才知道 不是看人家做 你就会 是别人会 不代表你会 知道吗 一样的 我在黑板鞋上是我会 不代表你会 那你看得懂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看得懂 问题是你要自己写 知道吗 讲过了 自己写 不要直接操 对了 讲你 不用看别人的 看来隔第三题 常常都把它这样子 老是在讲你们的时候 你就看别人 以为来讲别人 我没有讲别人 就讲你 如果你没有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你真的像我讲的那个样子 就是说 会去把老师讲的课程都超下来 我没有去吸收的话 这样是不好的 好来看那个第三第四题 第四题 负三 乘上 括号 四减十七 然后减掉 括号 绝对值 六减十五 然后乘二 当然这两题也都是个小题目 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第三题 它说58减 58减 所以 58减什么 减这边有个乘法在 然后又一个减 所以你会发现 这题目怎么样 有些要先乘 有些要先除 多好了才能够减 对不然怎么减 所以我们就依序来 第一个 先照超58 58你要减你也没办法减 因为这是护乘谁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把它乘起来 18乘以负是答案多少 负七十二 对不对 那你可以这样写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个减是超下来的 对不对 你护乘是负七十二 你没有表达出来负七十二 所以你要这样写 护乘是负七十二 一定要这样写 好 再来这也是 先处负负怎么样 得正 我先把那个减超下来 这个减我超下来 超下来之后 负负会得正 七十二去除以四 答案叫十八 正十八 就减十八 是不是这样 然后前面这边 符号合并 因为负负 负负会得正 会变成 加58 加七十二 减十八 58加七二多少 58加七十二 根据我们的心算 没有错是130 对不对 如果心算很不行的话 你就比算知道吗 务必要求正确了 所以58加七二是130 130减掉18 112 所以答案是正的112 你也不要走火入魔 没有都写负责 这里答案是正的112 好 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呢 有看到绝对值吧 绝对值就跟门神一样 绝对值要先处理 出来都正的 门神也是 我们那个庙门神不是吗 门神就是控制妖魔鬼怪 不能进出对不对 出来就是正的 就是没有妖魔鬼怪 所以这门神 把它先划清楚了 好所以出来都正的 来第一个先看 4减掉17 答案是-13 对不对 然后-3乘-13 -5的正 13乘-3 39 39是正的 绝对值一样 还是正的 所以前面的答案多少 39 减掉 减这个 6减掉15 不够减 6-15答案是-9 -9乘2是-18 -18的绝对值变什么 对答案叫正18 所以变成39-18 39-18答案多少 答案是21 这是第四题 以上这几题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了 好 翻过来看那个在康宣席作的第15页 什么东西 然后再看 好 刚刚看一下题目 它的描述过程在讲数学小考的计算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把题目抄下来 不然怎么讲 好 我先抄下来 好 各位等我一下 那个康宣席作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题目先做看看 好 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没关系 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题目 把它先抄在黑板上 好 那它有个数学小考的考卷 请帮老师改一改 并盯正错误 错误的答案 看它可以得几分 好 比如说它是已经写好答案 但答案不一定对了 那我们要帮它改 所以 第一个 这答案它写30 看对不对 对打勾错打差 但是你要自己算够 因为你没有答案 再来乘上这个 我先把这个全部抄下来 第三题 一共有五题 所以我把那五题都抄下来 2乘17减掉7乘负5 等于等于什么 负100 好 第五题 最后一题 它是中括号 负2乘以3 加中括号结束 加上什么 加上负 乘以3 减2 中括号 最后答案是负23 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五题遇到什么情况 然后哪些对哪些错 错的把它盯正 好看第一题 连续成法 所以负负得正 5乘2 10 10乘3 30 答案正30对不对 对打勾 这就对 好第二题 8减10 8减10我们算答案是负2 可是负2绝对值呢 会变成 正2 2乘到7 2 714 负14对不对 对吗 因为负贞得负 因为是正2哦 负贞得负724 这个也对了 一二题都对 好第三题呢 看中间这边 负3要乘他 先处理这个 负1加4 答案是3 先乘除啊 339 减9 5减9多少 负4 他写负10不对 答案是负4 好第四题 2乘17减掉7乘以负5 后面这边先看哦 负负会变成正 正的就把他画掉了 因为负负的正嘛 那前面2乘17是34 后面的话呢 75是35 加35 34加35 答案是69 我们负100差那么多 所以这也错了哦 答案是正的69 好这要定正吗 题目说要 要定正错误 所以写69 好第五个呢 我们前面这边先乘 就负2乘以3 答案是负6 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 负5乘以3是负15 负15减2变负17 那负6加上负17 越负越多 6加1723 负23 对 这个答案对 打勾 要算分数吗 那我们说算分数 一题20分 得几分 好来 对三题 一二三 答案就是60分 20乘以3 60 刚好几个 这是第五题 这样没有题 没有 好看那个康宣席说底下呢 这边有叫那个乘法的分配率 这边题目都很重要 这务必要学会 遇到这种数字很丑陋 要存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 来教各位用 好 我们现在这边上的是那个康宣的数学 青年级国一的数学习作 如果说你现在是国乐国三 看到的话 你觉得这边都你会啊 你可以去上网找一下 数学很简单 我们已经把那个国一国乐国三的课 都录制好 然后放在网络上 所以你要预习复习 你要超前部署 先学到国乐国三去 也都可以 那边都有一些题目可以做练习 老师也都有解说 我看那个在 速习的第六大题 的第一小题 那这个是使用到分配率来做一些化简的计算 算起来会比较优雅 就不会这么痛苦 来 到底有多优雅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底下的第一题 再来底下的第二题 负二一三乘二七 加上13乘二七 好 然后我们先做这两题 那其中呢 第一题的部分的话 你看哦 它是负八六乘84 加上负八六乘上16 有没有注意到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你看呢 我们怎么去分辨它 这个前面要先乘啊 后面又要先乘 用什么做串接 对 它是用加法做串接 用加法做串接的时候 你看左边看右边 都有一个数字 答案叫八十六 对不对 而且都是负八十六 所以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负八十六提出来 所以提出来负八十六 加写括号 我把它提出来 剩下摆进来 那提完就是一种除法 除以负八十六 所以就把它提掉就没有了 化掉 这也化掉 好 剩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剩八四 抄下来 这个加 照抄加 十六 放下来 八四加十六 答案是一百 太完美了 那一百去乘上负八十六 对吧 答案就是负的八六 零零 这是第一题 你这样算是很优雅 所以不是要从前面先乘 知道吗 老师现成之后这样简 老师这个国小就叫过的 也没有难得 八六乘八四 用力乘 咬牙去乘 不要这样做 这叫使用分配率 可以做得很优雅 好 第二题 你看一样 要先乘不是吗 先乘除啊 要先乘除啊 要什么做串结 用加法做串结 所以你看加法的前面跟后面都有个数字谁 二十七 对 把二十七提出来 所以我们就提出二十七哦 把二十七提出来 二七提出来乘上括号 剩下的摆进来 那所谓的提出来是一种除法 要么说这两个呢 同时除二十七 二十七被我除掉没了 化掉一 二十七被我提掉了 化掉变一 好 剩下超下来啊 第一个是剩下这个 -213 加法就要超加 13超下来 -213加13多少 一正一复相减 213-13 200 复得比较多 所以答案是-200 所以是二七乘上-200 那答案一定是复的啊 因为正复的复嘛 二七乘二 54再加两个零 所以答案是复的五千四 这第二题 这样吗 底 好 应该是没有 大家都蛮安静的 好 继续啊 再 好 那个有时候我们上课就很怕同学安静 会不会 然后没有人讲话知道吗 没有人讲话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老师很凶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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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敢讲话 不会都撞会了 有一种是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 听不懂 所以就不会讲会不会 基本上我上课是比较不会这样子 然后会不会 同学不会就会跟我讲 因为我觉得老师够亲切啦 然后也不会说因为凶巴巴的 让你不敢去提问题 因为最怕有些老师就是 那个精神状态比较紧绷 就很凶 同学都不敢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老师尽量就保持和颜悦色 尽量露出微笑来 让同学可以有问题可以马上问 好 有人跟我回答说会 很好 希望我讲你听得懂 来 我们还有个第三题 第三题 其实这题 你说老师一定要分配率吗 要啦 标题这样写 有时候题目给你要求说 请用分配率做答案 你个暴力一层 当然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是他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当然答案都一样 只是说可以学一下 好吧 好 这题这样做了 162乘上-101 你要怎么做 跟你讲 是我会这样做 我教你我的方法 我觉得比较好学 第一个 正负答案是负的 对 所以答案是负的 负的什么 负的162乘上100 101 不是100 负162乘101 负162乘101 好 那这个时候 不要 我反悔了 我改一下 因为我本来想说 用以前补习班那种教法 可是我发现 那过程写出来 老师也会崩溃 你怎么可以这样写 算了 不要 我就再按照 那个正规的方法来处理它 我不要用补习班这些怪招 其实很好学 等下跟你讲 我等下怎么做 162乘上 然后再乘上-101 改一下 -101 你就靠近-100 对-100 没错 可是它是-101 怎么办 加1 对 加1变-101 8下去 什么加1-1 再看一次是-1 对不对 你不能给它加1 -100加1变-99 就不是-101 因为它是-101 所以你要写-100-1 所以不是-100加1 好 到这边怎么办 老师说 你的同学说 这要和平编-101 不是啊 不要和平在一起啊 好不容易把它拆开干嘛 并回去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乘法对减法的分配率 什么意思呢 这个162 会乘到第一个 会乘到第二个 就把它乘出来 然后分配展开来 所以162乘上-100 负 162乘上-100 5-162 -00 162乘-1 所以是-162 两个都是- 数字相加 所以是-多少 162 0 163 6362 所以答案这个 让我喝水一下 今天讲到口干水灶 好那个老师喝个水一下 老师还没有走掉 所以稍安污灶 马上就回来 看声音在,声音在,人就在 生在,人在 喝个水一下 好,我老师跟他说了 刚才有一招 我跟他写那一般突然被我插交 是说,我会跟补习班同学说 诶,正负,正负得什么 答案得负嘛 所以他是负得162 乘101对不对 那你就找其他地方,小心算 162乘101 101把它改为100加1 再利用乘法 对假法分配 162乘100 16200 162乘1就加162 那16200加162 答案就16362 把这答案超过来 可是不要忘记有答案是负的 所以称完就是负的 16362 但假写法人说,老师有错吗 跟你讲,薛老师一定说 奇怪,人家问你这个怎么回答这个 所以我就不要这样讲 好吧,如非是考那种填充题 没有看你过程的 很复杂计算 你这样写可以 只要看你过程 我们这流程会比较适合 有听懂吗 听不懂是吗 听不懂学这个 好不好,因为这比较重要 看那个 第四题 好,这边好 来看第四题 我们现在教这个是康萱的数学习作 国一七年级 数学习作一之三的课程 那如果你手边是南一版和和林版 没有关系 你会发现怎么题目都差不多 是的,都差不多 所以你不用说 你刚好多练习了 看那个第四题 负三十二乘九九来 答案多少呢 要改一下 谁要改 九九 改一下 靠近谁 三个九这个很靠近一千 不是一百 是一千 一千怎么变回去 这个九九 对 扣一 所以它是 负三十二造成 乘上一千减一 好,那再来呢 就利用这个 乘法 对,减法 的分配率 负三十二乘一千 负三十二乘负一 把它乘出来 负三十二乘一千 就是负的三二零零零 负负的正加 三十二乘一是三十二 一正一负代表什么意思 两个数要相减 那负的比较多答案是负的 相减变多少 三二零零零 减掉三十二 一正一负代表相减 所以三一九六八 负的三一九六八 这是第四题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对不对 好,接着来 哇,四十四分的 我们再要经熟两题要讲完 来,我们看一下康轩习作 一之三的一个经手题 第十六页这边 习作的题目基本上变化不会很大 变化不大是说 然后现在讲 可能你现在看的时候 已经是五年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老师可能是不在 不是,老师说 这习作 它有时候它内容 它是不大会改的 可能连续八年都一样的内容 不会改 如果没有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跟着学了 改也没关系 万一真的改掉的话 其实题目也都差不多 可能就改个数字而已 或是一个题型稍微变化一下 都不难了 好 来看那个在十六页的经手第一题 好 它提问是说好了 射飞标 我们那个去射飞标 通常这个都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带去是吗 那射那个飞标 录音不能丢飞标 蛮危险的 丢那个是没有真的 好 承远来 他射飞标游戏一共有十只飞标 射中红色区域得三分 白色区域扣两分 那飞标落地不算分就没分了 射到别人去 没有啦 他说 他说他成俊的分数是-9分 他只有一只飞标射中红色区 那他有几只飞标射中白色区呢 得到-9分 表示他丢到白色比较多吧 好 因为他有说嘛 他丢到他有十只哦 十只的飞标 十只 那其中呢 红色的 射到红色得三分 射到白色 他是-2分 结果他说 他十次这样子射下来 就飞标丢下来 他得到-9分 得分得到-9分 那问你说 他只有一次 一只飞标射中红色区域的 所以他都是射到白色 红色射到一个 那有几次射到白色区域 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 如果他飞标是没有射到那个标把掉地上去 是没有分数的 所以你不能说 他只有一次射到红色的 代表九次射白色 不是啊 对不对 如果叫他9-2-18-18区域 会变得-15分 所以他有些丢是丢到地上去的 就没有分数了 如果你说他有几只飞标呢 是射到白色的区域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做 首先他的得分是-9分 怎么来的 是因为 他的 红色射到一个 所以红色的3分 再加上 白色的 白色的他射几只不知道 所以白色的射几只不知道 所以白色我射某数好了 某数的 然后射白色乘-2分 最后得到几分 得到-9分 这边这样 好开始了 我们就来作答 那我这样写偏向在解方程式 我也可以 好吧 我就这样解我比较顺手 比较好讲 那我就两边都减3 或是把你看3加多少变成-9 答案是3加-12 对不对 所以就3加-3变-12 所以某数乘上-2 会等于-12 多少乘-2变-12 答案就是6 所以某数是6 所以他有6支 色道白色区域 答案写6支 这样讲你懂不懂 如果不懂的话 我们就换个方式来做 我们就用他的总分 -9分 用-9分 先扣掉红色的3分 减掉3之后 再去除以色重白色 得负2分 得了几支得负2分 所以去除以负2 好 要变成这样子 -9减3除以负2 -12除以负2 负2分 -12除以负2 答案是6 所以6支是色道白色 那这样写也可以 如果这样你不行 就写这样子 这是第一题 好 再看第二题 好 好 这边有参加了 好 第二题 它说是一个正负数的 连续乘基 乘基 乘基就是乘法 乘出来的答案叫做基 乘的结果叫做基 因为2乘3等于6 所以乘基乘基 乘基 乘是个动作 那基是个结果 这样讲会不会太无聊 不管来继续 那个第一题 它说 要从这个数字 分别是1-2 3-4 5 那么多 -67-89 那我写那么快 -67-89 123456789 偶数都是负的 123456789 偶数都是负的 没错吗 它说要挑三格数 乘起来最大 那你要怎么挑 如果乘起来越大 第一个我们数字是挑 越大越好 对不对 数字挑越大越好 这三格数都比较大 可是有个问题 这个是负的 会不会有一个结果叫做负正得负 负的反而变小 我们要正的要最大 对不对 怎么办呢 那就 那就取 取这三个 -6-8-9 因为负负得正 6乘8乘9 这样会比较大 所以它要大的哦 大的数 我们挑负6 负8 跟正9 这样乘起来 应该最大 负负得正 68 48 48去乘于9多少 98 742 近期 94 36 加7 43 43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叫432 那我们取的就是负6 负8 跟9 同学有说 老师那为什么不取这个9跟7跟5 你可以乘一下 5 7 35 35乘9 95 45 27 300多而已 还不到这个400多 所以应该 应该是 -6-8-9 这样称比较大 这是第一题 好 那第二题呢 我把这个底下插掉 因为第二题它延续第一题的意思 最大是这个 那第二题是说 一样是1-2-3-4-5-6 偶数都负得 一直到9 他说挑四个数 乘出来最小 那要怎么挑 好 乘出来越小越好 但一定答案是负的会比较好 对不对 答案结果是负的 那第一个呢 我们大概9不放过了 9跟7 9跟-8 -8要好了 真的是这个要 如果是你乘它之后 负负会得证 那就不要它 选这个 那就5跟7跟8跟9 5跟7跟-8跟9 这样乘出来会比较 负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怎么选 最后答案选这个 它是5乘7乘-8乘9 这样答案多少 答案是负的 那乘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5-8-4-10 9-7-6-13 3-0得0 3-4-12 6-0得0 6-4-2-4 2-5-2-0 所以答案是负的2-5-2-0 它有叫我们乘出来吗 好像没有呢 我自己多此一举 自己把它写出来 所以要不用乘出来 所以最后答案 你要怎么写啊 你要写说 这四个数 就是5-7-8-9 另外列出来 而第一题呢 拿三个数 -6-8-9 乘出来答案最大 那以上是那个 康宣席做的精手练习 一之三结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那个下周 就可以上到 呃 南一的 南一的这个一之四 指数 律跟科学记号的部分 那之后我时间跟我再来加强 汉林版的一些 进阶题好了 好不好 因为我时间也快到了 好 那我们就 礼拜五没上课 对啊 因为礼拜五老师 有去露营 不大好意思 我去露营了 所以那个礼拜五直播 就先暂停了 我去那个 新竹北埔的一个 永茂森林山庄 那个营区好像蛮有历史的 去看一看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很喜欢 那个森林域的感觉 去那个吸收分夺金 在森林里面 感觉蛮舒适的 那其实我有想法是说 看了没有一天 我搬到黑板 就搬到那个露营区去 在那个树林里下 这样上课 我觉得感觉应该蛮好的 看这次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我就把黑板带去好了 那边开直播上书学 好啦 那么就今天上 哎呦 你也新竹人是吗 好 那我现在上到这里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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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